A11题 关于化学变化发生的前后下列叙述核者证券 我们根据道尔吞原子说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质量守恒定律 化学反应前后总质量不会发生改变 但是化学反应是会产生新物质 所以我们的分子的种类一定会发生改变 数目也可能会有改变 那是不一定的 所以第11题我们说 关于化学变化发生的前后下列叙述核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分子的总数可能不同 但总质量前后保持不变